一顾京剧老人临终托人把收藏送给郭德纲 这么一个感人的故事 竟然上演了大反转被扒出是造假 从信件到印章都是假的 所谓的戏曲手稿也都是现买的 原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没想到反转又反转 4月11号当事人发布了一段录音 自称是自己和老人生前的录音 用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这段录音文件是给郭德纲送东西的京剧老人 刘富如跟当事人傅新强之间的对话 时间不长只有两分多钟 总结起来内容就是傅新强问老人 看了几场郭德纲的京剧演出感觉怎么样 老人说觉得道具灯光 舞台设计挺好的 傅新强问为什么要把东西给郭德纲 老人回答说给别人没用 给郭德纲的话 自己觉得郭德纲能够把这些戏给演出来 给他他就能弄出来 弄出来观众就能看见 在录音的最后 老人还说等郭德纲把戏排出来 自己如果还能动就一定要去看 这份录音一放出来 网友的态度也是褒贬不一 有人觉得这份录音可以证明 确实有老人临终托人送东西这件事 可是也有人觉得这份录音没什么用 无法解释信件不是手写的 印章和手稿来源等关键问题 而且秀连录音的真伪也很难去鉴别 其实这件事闹到现在 说实在的反转不反转已经无所谓了 不管是真还是假 郭德纲对京剧的贡献和热爱 那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放着赚钱的相声不说 非得去赔钱唱京剧 郭德纲但凡有一点爱才 都干不出这样的傻事来 以郭德纲的热度和影响力 不管涉足哪个曲种 都是给这个曲种提高知名度 让这个行业得到人们的关注 这是不争的事实 换句话说 无论是反转不反转 这件事的当事人都是抓住了一点 郭德纲对京剧那是真心热爱 也只有郭德纲才能认真对待这件事 就像录音里说的那样 你给别人也没有用 退一万步讲 如果这件事真的是有人精心设计 故意给郭德纲下套 那郭德纲和德云社也是受害者 不去谴责始作俑者 反而拿着郭德纲做文章 那才是真正的本末倒置